由黄紫娇牵扯出来的黑料 让大S小S姐妹俩的路人员再次跌出最低值 大S这边不是丁贤复发住院 就是跟汪嫂飞忙着谈儿女们的暑假生活全署 而小S呢节目暂停 反倒是高调的跟着老公徐亚军来内地游玩了 这个节骨眼小S跟徐亚军来内地游玩 似乎怎么看怎么让人觉得突兀了些 果不其然很快就有网友现身爆料 趁徐亚军带着小S来内地 主要是为了看自己的私生子 徐亚军有心带儿子回弯弯老家认祖归宗 这才选择大张旗鼓写家人酒人现身内地 至于小S的想法 看他都跟着来内地了 似乎再不情愿 也已经是被徐亚军以及家里人说服了吧 另有知情人透露 徐亚军之所以选择这个时机来内地接自己的外事跟私生子 主要是小S牵扯到了黄紫胶的吸毒 以及性爱party的黑料当中 被徐亚军以及公婆拿捏住了 因此才不得不低头承认私生子 正好小S来内地被拍到的时候双眼红肿 看起来状态很差 于是前后这么一联系起来 网友们就更醒这波带私生子认阻归宗的爆料了 其实徐亚军在外采气飘飘的事情早已不是什么隐秘传闻了 徐亚军本就是浪子 要不当初也不会在有女友的情况下 还被小S算计成功 协运度嫁了进来 只是娶也就是娶了 已婚身份照样不会耽误徐亚军在外撩美 平时徐亚军就是夜点小王子 还出手非常大方的散才爷 徐亚军本就是出身弯弯名门 有权也有钱 婚后更是有大明星老婆小S的财力支持 在外潇洒起来就更没谱了 这些多年徐亚军在外玩归玩 但似乎并没有被爆出有私生子的传闻 直到前姐夫汪小飞跟大S私逼大战中 爆出了徐亚军的黑料 这才将养外室有私生子的黑料彻底翻了出来 据说徐亚军撩了个90后美女 对方还给他生了个儿子 小朋友都有四岁了 为了儿子的成长 徐亚军跟父母都认为 是时候将儿子带回家里养育 至于孩儿他妈 徐亚军也多少给了真心 正如汪小飞爆料的 自己掏钱给小S摆平市的钱买来的豪宅 就是买给孩儿他妈住的 至于要不要跟私生子一起去弯弯生活 小亲人那边似乎并不心动 毕竟弯弯还是小S的主场 估计也是心有顾忌的吧 不过到底还是传闻 具体内情并不得而知 但小S当年极极精盈的明门婚姻 确实早已千疮百孔 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后悔过 徐亚军私生子曝光 家暴小S夜店长约辣妹 绯闻缠身却拿捏S一家 社交媒体上最近流传出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据称徐亚军有一位私生子 与此同时 徐亚军因涉嫌家暴和夜店纷争的传闻 也不禁而走 在这个风云诡诀的娱乐圈中 如何拿拟好自己的命运 现在我们一起探索一下 徐亚军和小S的故事 娱乐圈向来充满了各种传闻与猜测 而徐亚军作为一名备受瞩目的商人 自然也无法逃避这一困扰 最近关于他的私生子的传闻甚嚣成上 然而在明星身份的背后 是一个普通人也有权利隐私的事实 徐亚军的一生充满了坎坷与波扯 他在成名之前曾经历经无数辗转 经历了学业的压力 成名后的疯狂与孤独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更多关注的焦点 而不是他的私人生活 小S作为一位颇具争议的公众人物 他的生活注定难以避免被放大和评头论足 近期一则家暴传闻 让人们对他的评价陡然改变 然而媒体的如何报道真实情况 亦是引人深思的 家暴绝对是一种不可接受的行为 我们对此表示强烈谴责 然而在这个故事中 我们需要理性对待一切相关信息 重要的是要倾听受害者的声音 同样也要给予被指责者辩护的机会 责任在媒体 责任更在我们自己 徐亚军和小S在娱乐圈 都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力 然而他们似乎都无法摆脱 关于他们生活的种种猜测和流言蜚语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 也同时关注的点 但对于他们来说 更重要的是如何在这些风波中 拿捏好自己和家人的命运 生活是瞬息万变的 我们无法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 但是无论是徐亚军还是小S 他们都有权利去选择和打造自己的未来 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媒体的报道 或社交媒体的谣言 而对他们做出判断 因为他们也是普通人 有权利拥有自己的故事 而不仅是被损失的对象 抱小S给徐亚军投违禁药 被当场发现 遭家暴 婆婆威胁私生子入户 说起小S的人生 可以用德寸进尺来形容 如果不是有大S在他身边 他早就不知道 被塞到哪个角落去了 似乎除了大S之外 小S的身边没有一个人喜欢他 即使最亲近的丈夫徐亚军也是如此 当初之所以能嫁给富二代徐亚军 是因为小S倉足了南方的感情 凭借一夜情怀上了孩子 并用孩子座椅威胁 要求徐亚军娶他 偏偏徐亚军家中重男轻女 虽然不知道肚子中的是男是女 但他们根本不愿冒险 所以就狠狠心娶了小S 可在结婚之后 小S迟迟生不出男孩 徐亚军就越发放肆 不仅常住夜店不回家 甚至还在上海养了私生子 可即使这种情况 小S也不愿意离婚 多次在节目中表示 自己要给丈夫生儿子 就算生五个也没有关系 可生孩子是两个人的事情 徐亚军经常不回家 小S自己也没有办法生 6月22日有媒体爆料 称小S给徐亚军投违禁药品 目的就是为了很好的控制对方 这样一来就能达到再次怀孕的目的 甚至还可以阻止徐亚军出去养女人 但徐亚军已经跟小S生活了这么多年 早就已经对他任何行为都有了解 看到妻子行为不正常 他在一时间就意识到了些什么 他也没有给小S留什么情面 当场就对小S实施了家暴 随后台媒就出现了报道 趁小S突发疾病 开始上吐下泄 被身边亲人发现 送往医院治疗 当小S就一住院之后 知情人再次爆料 趁徐亚军的母亲威胁了小S 要求儿子的私生子能入户 之所以需要经过小S的同意 是因为当地有私生子进门 是需要原配同意才行 之前的小S有大S力挺 还有汪小飞的金钱收买 婆家也不敢拿小S怎么样呀 但现在不同了 大S自身难保不说 汪小飞也不再打钱 婆家没有理由再继续忍让 只能说这一切都是小S自作孽 当初插足别人的感情 还拆散大S与汪小飞的婚姻 现在这一切都反噬到了自己的身上 如果她真的有良心 那希望她在度过这场风波之后 不要再去祸害他人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